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滴水位的河流越过分水岭 向多高位河挤水区的现象就是河川席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会发生河川席多有几个条件 首先这两条河当然不能距离太远了 再来其中一条河的侵蚀力或是向远侵蚀很强 当然必须要有一条是高位河 另外一条是低位河 台湾虽小但各种地理现象可不少 当然也有河川席多的例子啦 其中最有名的河川席多就是秀孤鸾溪 秀孤鸾溪是东部地区唯一一条切穿海岸山脉而成的溪流 数十万年前秀孤鸾溪还不存在 当时的花东纵骨只有一条很长的古花莲溪 而在海岸山脉的东侧只有一条小溪流 地理学上称为奇美溪 花东纵骨位于两大板块撞击的缝合带 在板块运动中海岸山脉被持续抬升 使得奇美溪流速变快 溪水向下切割 以及向缘侵蚀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巨大 最后奇美溪在瑞穗附近切穿海岸山脉 也切进了纵骨 发生了像河川源头侵蚀的现象 与古花莲溪相连 产生非常奇特的90度墙水弯 被席夺的古花莲溪 河水变少且开始淤积电高 使得原本像东北流的复原溪 慢慢被地形引导往低处流动 最后终于转向 往南改变河道 而形成现在的秀古鸾溪的面貌 秀古鸾溪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河川西多 也有地质学家称赞它是台湾最有个性的河川 因为在短短22公里的返周水路 我们就可以看到五种不同的地质 也因为它既美丽又具有溪流的野性 取到蜿蜒曲折 光是激流险滩就有20多处 也难怪了每年五月到十月 都会吸引不少慕名而来泛舟的游客 也成为秀古鸾溪的主要观光活动之一了 当然不止台湾有河川西多 像古金沙江原本是独自流入南海 而古长江则是发源于乌山东路 在十几万年前 古长江就不断地倾行向原青石 切穿了乌山 形成三峡之后 又将四川盆地古幅放空 又进而流向了西南 在现在的云南石谷的地方 切夺了金沙江河道 使金沙江成为长江的镇源 金沙江因地可变动 加上长江向西 溯源侵蚀 才会被长江袭夺而去 地理学家对于这种地理器官 也都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有人认为是断层使然 因为石谷正好位在 两条断层的交汇点 金沙江不过是谁 往低处流顺势流过 但也有一派学者认为 是河川西多所造成的 古姐不论是构造说 还是河川西多说 都是大自然之美不是吗 现在台湾就正有 河川西多的现象发生 在台湾中部 玉山东北侧的陈友兰溪 就正在向南侵蚀 目前已经开始越过山林县 将来很有可能 就会到达老农溪远流河道 会有这种现象 主要就是受到 921大地震的影响 加速地层破碎 沿快大幅崩塌有关 再持续下去 到时高位的老农溪 现有源流 将会被低位的 陈友兰溪给席夺 导致老农溪成为断头河 虽然这些都是 大自然的地理现象 但因为关系到 民众引诱学的名声必须 甚至八通关古道 可能就此改道 玉山北风 也可能从此消失 所以目前专家学者 仍持续密切观察中 听完这些大自然的 河川席夺现象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周周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夺 在英文中有哪些实用片语 千万别走开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